郭台銘 對 要先不參選總統 個人有沒有什麼看法 哈哈哈哈 我們一直在講民主本來就是 每一個人都有權利 人人都可以選總統 不過我們在這裡還認為 台灣在這裡民主我們越要 機制越要成熟 我們需要一個更公平公正的機會 我想面對整個大環境的惡劣 執政黨一直在不被民眾所信任之下 大家對戰野黨是有很大的期待 所以我相信這是我們不要期待對手不好 而是期待自己能夠真正的接力氣 能夠了解民意抓緊民意 做我們台灣該做的事情 做我們未來要發展的事情 讓整個國家能夠進步 人民安居樂業才是人民想要的 所以我覺得哪一個人能夠得到民意 得到民心才是最重要的 政黨更應該用公平公正的模式 所以讓民眾看得到 讓民眾了解政黨的用心 我覺得這一線與人民對話 才是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考驗 我們要來發展的事 也要做的事情 我們要來發展的事 那是我們先來發展的事 選擇